所以上没有完美的房子又完美的房子 它的价格也不一定完美 你好我是Michael 欢迎收看全新一集的房市之多少 George Town又再有新项目了 但是这一回不是Service Apartment 不是Airbnb 而是来自老字号 BSG与BSD再度联手的 Lumina Resident Let's go Lumina 好那我现在站在Lumina Skill Model的前面 它total是分成两个Tower 44层楼 total density只有596个单位 每个block一楼是有9个单位而已 那1到8楼是Car Park 是分成Split Level的 9楼10楼是Facility 11楼到44楼是这个单位啦 那分成两个Facing 一个是Face Georgetown 一个是Face Gurney的Sea View 那如果你们不知道它的location在那里的话 Main Road其实在那边前面 然后这边就是MCKL的学校 这条路就是Pycat啦 So Pycat 这边进来就是直接它的entrance了 你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 一进来这边的时候 然后整个的lobby area或者是welcome area 是非常的grand的 摆它的这一个scale model的做法 And then one thing I really like 就是它旁边还有做这种Cycling You can trade it as a cycle lane You can trade it as a jogging track都可以 然后这一次它跟Central 或者是Cordington的不一样 就是它们有放更加多的形式在Facility啦 你可以看到它的Facility是分成两个楼 So 9 楼 10 楼都是Facility 然后这边还有Pocket Garden 楼上也有Pocket Garden 从那整个floor边你可以看到 它的unit either是向North 不是正North 但写一点点 或者是向South OK 那一层楼有9件 Lift是有4架的 Lift出来这边的时候 你可以细节就是有看到一个 这一个叫什么Access Door啦 to provide更多一层的这个Privacy 然后来到了过后 你可以看到有1234的Voil area 夹这边的一个通风 for Ventilation 简单来讲 unit跟unit之间是没有空洞的 所以你的Ventilation 都是靠这几个洞出口 Size来讲的话 最小间是1216尺 然后达到1518尺 Total有6个Layout 我们现在会去看它的show room Let's go 现在在Georgetown 跟Gerny的一个Drone Shot之间 Lumina其实就在这边 那Lumina为什么它会这样吃香 主要就是它不完全 adlocate在Gerny 或者是Dancion Docon area 因为如果住那边的话 你要去Georgetown 你要去Queens Bay 它是一个distance 但是你在Georgetown的area来讲的话 你就缩短了那个距离感 然后第二个来说 现在这里都会比较多高楼了 如果你的Building是在这一排的话 有可能你的View 是会被某些Building挡到的 可是Lumina的它的地点就很好 因为你前面完全是 Freehold the land 全部 然后你的Sea View 直接是看过去Modatang的 然后就算今天你是看Georgetown Area的View都好 你甚至可以看到Galaxy 可以看到整个城市 Cometa的View都可以看得到 至于附近的Amelitius 应该不需要讲太多啦 你可以看到这个青青色的 其实就是Island Hospital 除了Island之外 当然还有Glanegers 还有其他的医院啦 然后再往后一点点 这边就是Gerny Day Gerny Plaza Paragon 再往后一点点 其实就是Andaman Island 接下去这边发展起来过后呢 它的View都会让这整个地区的Value提升 那这一次的Show Unit 它做的是Type B 1346方程的Layout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格式 基本都是属于四四方方的 从大门走进来 Kitchen这边是Dry and Wet 这里有一个蛮宽阔的客厅 大概应该是123厂 那我们回去看 So 超级大的Bloggeny 一贯性像Coddington Central 再加买Lumina 一起同样的Concept 然后走进来 这一次就会发现到三间房 如无意外都可以放得下 Queen Side 甚至King Side Bid啦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Let's go 那为了要跟大家分析出来 1346方程到底是怎么分配 我就大概算了这一些Fourth House 它的Size 每一个地方 那我们先在这个Foyer这边开始 单单Foyer就已经是有9厂乘以5厂 大概就是整一个45厂左右啦 如果今天你的大门是四扯的话 你这个Size你要做成一个Shoe Rack 甚至你Extend到这里都可以 算得上是很不错很不错的一个Foyer了 那我们从大门走进来 Either 你的右边或者是左边就直接是一个厨房啦 那这个厨房这里是墙壁 这里是墙壁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Closed Kitchen 是可以的 OK 所以这个厨房的Area整整大概就是64方程左右啦 并除就是放在这个Size 然后这个Area如果你要把它变成Dry Kitchen 你可以做类似这样子的 然后这里的一个Area其实是属于Yard Area 但是它的那个整个空间 其实就是跟你的Dry Kitchen是一模一样Size的 OK 所以也是大概64厨左右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在厨房展现身手的话呢 可能就要看看这个墙倒是能不能拆掉 然后你就把它变成一体成型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住 外面是干的 然后这一个Size就是你Size衣服的地方 上面你可以做一个吊顶 吊衣服的下来 或者是你直接用Dryer and Washer都可以啦 那这个窗其实到时就是一个Void Area啦 那一个地方如意外应该就是我们的走廊 所以这个窗 通常性都是可以自己做起来 跟着Management的Design 那个Yard Area 是比你的Kitchen小一点点而已 但是算起来是非常的大的 那从厨房出来 这里就是你的Dining 跟你的Living Area啦 这个Living Area大概就是在13车左右 Celing Hide 10.5厂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今天你是家里有拜拜的 这边你要放一个神台 做一个屏风都可以 它为了展示给你感觉到它的空间很宽阔 它的Dining Table原本可以打直放的 它也斜斜给你放出来看 甚至旁边还有很多的空间 13车的客厅是什么概念 简单来讲就是你的Sofa可以放到3厂半的深度 你的Coffee Table可以放2厂半 你还可以放一个TV Panel 这边是more than 1厂 我看已经将近2厂了的 都还有活动的空间 这个就是Lumina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感觉 至于电视机方面 其实这个Size我觉得还出出摇雨 因为你放的更大一点点 你push back你的Sofa到这个Size 整个视觉还是可以看到完 这个就是市场上Standard给着10车 跟13车客厅的区别 当然价位也是有一点点区别啦 好那这一个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啦 就是之前有拍过Corington 跟Central Residence一样concept的 超宽超大的包格尼 那Lumina这一次的basic spec 它的包格尼就给到你有 7车深 36车宽的包格尼 最近我相信大家看新闻都有看到 哇 那个中国国内 他们的这个台风来袭的时候 那个玻璃是扛不住那些大风的 So Lumina 它给到我一个信心的地方 就是你看它的包格尼的这个Temper Glass 其实是很厚很厚的 Maybe camera 可以 zoom in 来看它是到这么厚 Yeah 差不多有这么厚 OK So 对于一般我有看过其他的项目 它的包格尼就是给 Normal的那种Glasses 或者So Call的Normal Tempered Glass 这个来讲的话 给我更高的安全感 那再加上的就是我常常有提到 包格尼最重要的不是空间大小 而是你有没有一个Water Tap给我 因为包格尼是常年都要清洗的 如果我没有的话 我就要从厨房或者是客厅拉一条水派 或者是拉一个桶出来清洗 我相信 以现在 00后的生活 应该 不会有多少人去做这些东西 但是Lumina 就很信心咯 这么大的包格尼 它有给你Water Tap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工人他们要清洗的时候 这边是很方便的 算完了Foyer Kitchen 这边的包格尼客清的空间过后 剩余的就是房间啦 我们现在在的Corridor 是有四侧宽的 所以四侧宽 其实它很好用的地方就是 我在宜家室的时候 其实哪一个房间 它都是可以很顺的移进去 而不会那种卡到或者是敲到墙壁的 那我们先进来它的Common Bathroom 这整个Common Bathroom你一进来过后 你就会发现它的色调 是跟一般的厕所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般上都是给灰色或者是白色的磁砖 可是这一次它给到的是卡其色的一些套 看起来很class 加上你加一些warm light beam light这样子的时候 它就很有那种酒店式的感觉 所以我们来看它的spec For Basin 这个Tab 包括WC 都是来自Johnson Suites的 OK 那厕所 冲凉的空间大概就在三厕 不到啦 For客厅的这一个厕所 另外 比较细心的 发展上它已经是帮你弄好一个洞 你要放shampoo 你要放你的facial cream 全部这边都可以了 那for这一个layout 它的最小间的房间 是直接可以通去洗手间的 所以这个如果是说 长辈住的房间 或者是孩子住的地方的话 它都是比较方便啦 晚上的时候 所以来到了最小间的房间 它也有九厕半的一个深度 以这样子的layout来讲的话呢 你要放一个queen side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这一次的design 它还是选择放single bed 然后这边做一个wardrock 给你看起来比较宽阔啦 OK 所以我们来了它的二房 二房是十厂深 OK 十厂深加上十厂半的一个sling height 所以你要放queen size 你的wardrope都可以 但是ratting table 就要看看你的设计怎么做啦 那十厂的一个空间 其实在现在的market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啦 但是从connington我就讲 我很喜欢的那个point 在这边它还是有呈现的到就是 当我有一个很大片的窗口的时候 难免我开窗我会怕晒 我会怕漏雨碰雨 可是因为这里外面就是整个balconning了 所以这个balconning的深度 它就可以帮你挡风挡雨 甚至挡塞啦 简单来讲 就等于你车前房 外面是有一个oiling的feeling 最后我们来到了它的master room master room就更加宽啦 但是这一次它的design 它就把wardrope做在中间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一种wardrope 但是你的renovation cost 是比一般放在墙壁的wardrope 的cost还要高的 因为它要做两个base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for master room 的叻 就会稍微比较深 这边有整三车啦 这个空间感就比较十足一点点 如果你做整个panel的mirror在这个side 它的空间感也会看得更大 那在主卧里面呢 king size 一定是少不了的啦 至于那个layout 你们要怎么玩 自己决定咯 这个design 老实讲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被这个show room 吸引到 但是如果真正自己装修起来的话 它的cost 是一个一个蛮庞大 不是每个人可以afford得到的哦 至少我不能啦 如果今天你不知道它的地点在哪里 那你应该会知道这一间是 Penang 有史以来最大间的kfc 它其实就在这一间kfc 两个corner过后而已 所以这里十字路口就是大家熟悉 在Penang Island的Otobabaria OK 所以这个十字路口 交通灯你直直走 你直直走 到前面 你就直接到 那个mckl的学校啦 mckl的旁边这个corner 你只要转进去 你自然而然 就会看到Lumina的entrance 就是在这个side So 在这个Lumina的四周围 都是double storey freehold的landed 你要他们以后搬走再起另外一栋高楼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啦 这个项目它不是只是纯soft launch 它已经在做着pow cab 做着它的bowling work estimate 会在2027年完工 可以交钥匙 除了island hospital之外 其实出来转一个corner 你也是可以到非常出名的医院 Gland Eagles 然后Gland Eagles的对面 大家都知道那边就是属于Northern Street 然后这个Garney的area啦 我们有谈到了shopping Lasher 我们有谈到了medical 如果有一间拿来给family住的家 少不了education 少不了学校 那在Lumina的前面 其实就已经有两间学校 一间是MCKL 然后一间是Union 小学 然后当然这里附近 也还有非常非常多的international school 给你们做选择 中学的话也有菩提中学 这个兵华中学都在这里附近 刚才是1点30分 现在是1点37 我驾车7分钟就可以到Garney Paragon 当然现在是weekday 如果是weekend的话一定会比较塞车 如果没有塞车就怀疑人生了 OK Mike 我问你 同样的发展三项目 Central Corrington 跟Lumina 这三个什么区别 OK 第一个当然是地区区别啦 一个在Zeroton 一个在Garney 然后一个在Georgetown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价钱的区别 当然也是不同的地区 它的价钱也一定是不一样 像Zeroton的话 你平均B2F就在六七百左右 然后Garney Area 相当于就是一千块以上左右啦 OK 那Lumina 就是在两个的中间 所以它卖着是在八百块左右 第三个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三个项目的卖点都是很简单 都是卖着非常非常大的Balcony为主 可是我觉得Central 放这么大的Balcony 就有一点拍不上用场 因为那边没有什么view But 你看回Corrington 它的view就很漂亮 它是准准在Garney前面 然后For Central 它也是非常漂亮 因为它前面后面都是没有东西挡住的 你要有那种Sea View 你要有那个City View 都还是很美 So 这样大的Balcony 它就有用咯 在下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Density OK Corrington它最贵 它的Location最好 然后它的Density最少 那至于Lumina来讲的话 它的Density就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它价钱低 也是非常的合理 那如果今天你是很喜欢 呃 这一种类型的Layout 其实你是有三个Choice 一个你Either你选择在Zerotong 一个在Georgetown 或者是在Garney Area So 就看哪一个 会比较方便你来住 如果你要拿来做Investment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个生活 这三个 对我来讲这三个都不属于Investment的Product 都是以拿来自己住为主 为什么他们不适合来做Investment 不要适合来做 OK 我觉得发展商 每次Launch一栋项目的时候 它的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个人是比较不怎么倾向于 一些发展商是 我又要可以Invest 又要可以拿来自己住的项目 因为它会很Zub 然后那个Direction很乱 But 你可以看得出 BSU跟VST 所打出的这三个项目 都是以OwnStay为主 你可以看到它的Layout 都是OwnStay OwnUse Purpose 如果今天你拿来Investment 你这样大的包给你拿来干嘛 Investment最重要的 是不是拿来住出去 So 我会比较倾向于 就是我Interior Layout Internal Layout 的用处 我的Facility 我的Car Park Allocate 还有Location 所以这些是比较倾向于 Investment 我会算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是OwnStay 其实没有对错 我觉得你进到来 你看这个地区 这个Layout 按不按你住 你住进去的人口 是不是能够match到 就好咯 After他们Soft Launch的Response 发展商那边有透露的就是 现在所booking的Unit 大部分是拿来OwnStay为主 或者是Collection为主 然后基本上都不是第一次 买房的buyer 他们都是有买过房子 然后想要在Georgetown 有一间Property 可是又不要找像 Service Apartment Airbnb 这样的Collection 来收集 他们比较prefer Residence So Lumina 的出现 在这个timing 其实是蛮好的 因为市场在Georgetown 很多很多很多都是 Airbnb为主打的 那又到了MyAdvice的环节 那我个人对Lumina有一些point 是比较倾向于喜欢的 第一个就是它的location 我觉得这个location 现在你要找到一个 Residence的项目不容易了 因为这个地段很多的发展商 都是把它规划于 investment为主 因为这边有很多shopping center International Foreign 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拿来做 Residence 的项目 可能它就比较少 So 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我觉得它的size 跟它整个的concept 都是很适合for family owned use 如果今天拿到自己住的话 这个地段适合你 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啦 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 它的价格 如果你放在Georgetown 跟Gerny之间 一房车大概800块 是非常 reasonable 的 但至于这个size 1300多到1500多房车 是不是你适合用的 就要自己去考虑 那讲完我比较喜欢的点 我们来讲一下 另一方面的看法 而我觉得以它的layout 整个模式 floor plan如果 如无意外的话啦 底楼跟比较中楼的 它的corridor应该会稍微 比较偏暗的 因为它的房子跟房子之间 没有自然的光线跟ventilation So 它都是单靠void area 从屋顶打下来 以及旁边两个打进去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中间楼跟比较底层的 它的corridor一般都会 稍微比较偏暗一点点 那traffic gem 在这个地段的机率 基本上应该是 80-90%的人都非常认可的啦 我相信住在这边 或者是长期有在这边活动的 居民们 都是非常了解 以及习惯了的 为什么会塞车 因为它已经非常的成熟 所以它的车流量自然而然 就会比较多 但今天如果你不属于 朝九晚五 上班的打工主屋 那个时间点 你是比较flexy的话 它还是有顺畅的时候的 最后一个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 这一个项目 它不属于是investment product 如果investment的角度触发来讲的话 在Georgetown跟Gurney 我还有更加多的选择 但如果今天你是哪里自己住的话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那想要问屏幕前的你们 今天平均价800块 让你拥有一个大概千三车左右的空间 再加上Gurney跟Georgetown之间的地段 在富家上有一线很美很美的海景 作为你的家 那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评论 你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集见 拜